12. 上海證券報 電廣傳媒葵雅女開 R. 娛樂新時代 2015年7月14日 新聞公司07趙碧君留圖記者趙碧君留圖 零編輯傳責員電廣傳媒與阿里巴巴全面戰略合作 因3.7月13日在長沙舉行 湾南省省長道家號稱 電廣傳媒與阿里巴巴的合作 信應了國家互聯網加發展戰略 有利於打造家庭數字娛樂新生態 有利於促進數字湖南現代信息化社會建設 早在6月23日 電廣傳媒與阿里巴巴簽署了全面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緊接著 7月1日 電廣傳媒旗下的湖南有線網絡集團 阿里巴巴旗下的直江天貓 D.M.G. 印記傳媒旗下的印記雙廣 簽署了三方商務合作協議 在電廣傳媒全資指公司湖南有線集團 覆蓋的600萬戶電視用戶旅 通過搭載阿里巴巴家庭娛樂服務平台的智能機頂峽 引入阿里巴巴影視加電商加音樂加遊戲加教育龐大的內容體系 全方位提升用戶體驗 打造最完整的家庭娛樂信息生態圈 據了解 此次合作 在湖南有線原油的高品質服務的基礎上 將引入海兩戶聯網業務 豐富電視乘座內容 充分利用各方的資源優勢 共同建設家庭信息娛樂生態 來自阿里巴巴披露的數據顯示 中國每個家庭每天平均有3.8小時的娛樂時間 12.7%的家庭在家看電視 40%在家玩手機 60%的家庭成員認為在家沒有互動交流 因此 電視體驗成了家人們能否共聚一堂 溫馨相伴的關鍵 也直接關係到家庭娛樂生態的舊見 通過三方合作 再搭載阿里巴巴家庭娛樂服務平台的智能機頂合雷 通過直播加視而分類入口 精彩推展三大分區 用戶除了可以觀看海兩頻道直播內容外 還能享受到國內外主流影視大作 全球粗拔十的遊戲公司遊戲 啟蒙幼教、淘寶購物等應有盡有的服務 打造最完整的家庭娛樂信息生態圈 根據顛覆盛的時 基於阿里巴巴家庭娛樂服務平台 智能機頂合能一舉解決電視上的支付問題 所有業務都可以方便地在線訂購 據了解智能機頂合融合了阿里巴巴在運數據存儲 運計算服務以及智能設備操作系統等多領域的技術成果 搭建了一個開放規範的平台 通過該平台對用戶行為習慣、觀看喜好、消費記錄等各方面 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可以實現用戶畫像 針對用戶需求正準推送 讓用戶感受到更貼心的服務 記者在現場了解到 通過智能遙控器、看直播、看電影、看視頻、玩遊戲、購物、小儀教育等 都可以一件搞定 這種遙控器環可以聲控 通過人說話的聲音就可以完成信息查找、訂購下單等操作 用戶只需要等著送貨上門 憑借全新的用戶體驗 以用戶時間為重心 電廣傳媒、阿里巴巴和印記傳媒 將舊建一個龐大的商業體系 我國擁有13億人口 即大約4億戶家庭 如果平均每家每年花費1萬元 則就意味著4萬億的超級市場 門南有線集團董事長鄧秋林介紹 在三年時間內 電廣傳媒與印記傳媒將完成 搭載阿里巴巴家庭娛樂服務平台智能機頂合的鋪設 屆時將實現整個家庭娛樂生態圈的經營 有望產生約400億元的交易 電廣傳媒、阿里巴巴、印記傳媒 此次合作 將開創中國家庭互聯網的新模式 樹立廣電網家互聯網融合的標竿 最終民景4萬億的市場 由於,在其他外縣有理想要打開創新的 那種語氣和大約 如果沒有人請,就請,就請,就請請